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1117回 熏儿的背驰死死地咬着红唇 一丝丝阴红的鲜血从她的唇角一流下来 显得格外的刺眼 硝烟的每一次低吼都如同刀一般搁在她的心中 那种痛让得她的呼吸都有些困难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硝烟吞噬一火 虽然她并没有确切的感受 但却能够猜测到那种无法形容的剧痛 这些年来硝烟独自修炼 外人只是见到硝烟惊人的提升速度 但却并不知道在那种实力提升之下 硝烟付出何种的代价 滔天火焰中再度传出硝烟丝声历劫的低吼 给我脸 然而不论硝烟如何拼命 她的身体都看来越来越破败 净脸要火的力量太过浩瀚无穷 她一个人根本无法承担 恐怖的火焰弥漫着身体的每一处 同时也充斥着硝烟的心肩 这些火无处外泄 迟早将把硝烟由内而外地尽数焚毁 这样下去硝烟哥哥必死无疑啊 星儿的御守抹着因为心痛从眼角滑落的精灵 金色的火焰猛地从体内涌出 旋即 雄儿的身体在天空滑起一抹优美的弧线 她居然投入到了那团 将硝烟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火焰之中 雄儿 你 这突然间闯来的人 让了硝烟被剧痛占据的精神恢复了一些神智 她眼眶欲裂地怒吓 然而她的吓声刚刚落下 那冲进火焰的御人便如同蛇一般缠在她的身上 那柔软的触感以及幽香 犹如火星一般 瞬间点燃了硝烟体内近乎疯狂的火焰 雄儿 死死地搂着那完美的玉般的焦躯 硝烟喘喘着粗重的呼吸 眼中反而恢复了些许明智 再这么下去 她可非常清楚要发生什么事了 上司与美渡沙便是这般 只不过当时她没有半点理智 但现在却依旧还被理智支配着 雄儿面若桃花 背水轻轻咬着硝烟的耳唇 声音妩媚动人 硝烟哥哥只有在一起才能变化的 这轻轻的一句啊 却是让个硝烟双眼再度赤红 一声宛如野兽般的低吼 呲啊一声啊 轻柔的衣衫就被直接狂暴的撕碎 纤细在高温中化为灰烬 顿时间呢 这片天地春意盎然 高温弥漫的空间中 火焰肆虐 宛如怒龙般呼啸而开 庞大的岩浆海面 这时候不时的爆出今天的火柱 宛如岩浆火雨 从天际倾洒下来 在距离岩浆海面十丈的天空 有着一道足以百丈庞大的 粉色的火球 火球熊熊的燃烧着 令得周遭的空间 都是缓缓的扭曲着 视线射进火球之中 隐约可见到两道人影 紧紧的纠缠在一起 金色火焰和紫褐色的火焰相互攀绕 抵御着那妖火无孔不入的入侵 火球之中的人影 自然便是薰儿和硝烟 在薰儿的帮助后 硝烟的情况好了许多 原本被搞得极为破败的身体 也是借助三千燕烟火 那不死神效之助 逐渐恢复过来 那因为净联妖火所释放出来的浩瀚能量 也是在两人以最为默契的姿势下 源源不断传进薰儿的体内 这才令得消炎的身体有所疏通 也是免去了一次暴体之危 在两个人共同的吸收下 净联妖火所释放出的庞大能量 终于逐渐的被吸收 而在这等如同海绵般 居水般的吞打下 硝烟和熏儿的气息猛然暴涨 净联妖火存在的时间已无法估量 其中蕴含的能量自然是无法形容的 若是能够安然吸收 对任何人来说都是绝大的补药 巨大的火球悬浮天空 火球表面一波波的火浪不断的浮现 旋即扩散呈现环形般扩散开来 在火球的内部 两道人影都是紧闭着双眸 仿佛陷入了沉睡 金色与紫褐色的火焰 源源不断的从两个人体内涌出 抵抗着吆火的高温 同时也保护着两个人的身体 当然了 除了这些外围的事物 硝烟的体内 依旧还陷入着一种胶着之中 它借助着毅力与熏儿的相助 勉强的维持住身体内部的平衡 同时也是一种缓慢的速度 炼化着吆火本源 虽然这种速度极为缓慢吧 但总的说起来 比起刚开始那种毫无反击之力 已经好了无数倍了 至少现在的硝烟已经能看到一丝曙光 灼热的空间中 没有丝毫的生气 唯有着那片岩浆大海 时不时的爆发出一道道岩浆火柱 枯燥沉闷 是这片世界的唯一的主调 在这种枯燥之下 时间变得模糊而单调 硝烟二人如同陷入了沉睡 没有一点的动静传出 但两个人越来越盎然的生机 却是让人们明白 他们的状况应该不差 在两个人的身体之外 随着时间的流逝 逐渐的出现了一个 拥有着三种颜色的火圈 金色 紫褐色 粉红色 这三种颜色 代表着三种强悍的异火 当然了 三种之中又以粉红色占据 大多数的面积 金色和紫褐色的火焰 只能堪堪维持一片较小的区域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金色和紫褐色的火焰 却在逐渐的扩大着他们的位置 面对着金帝焚天炎的 与融合了五种异火形成的新异火 这仅仅只凭着本能在抵抗 并且还被硝烟使用诸多手段 削弱后的腰火 也慢慢地采取了退市 这种三色火焰僵持的日子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终于在某一日 火圈微微一抖 三种颜色居然完美地 各自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地狱 一个奇异的平衡 竟在这种对抗下 形成了 焚焰 就在这个平衡形成的时候 那火圈之内的硝烟 突然缓缓睁开了双眸 低沉的嗓音 从其嘴中传出 硝烟的异火 以及净连腰火 两种异火 经过长时间的交融 彼此间已经有了 奇异的联系 因此当硝烟体内 焚焰开始运转的时候 两种异火居然都是 伴随着焚焰的运功路线 旋转起来 在净连腰火 终于开始被焚焰炼化的时候 这片天空上 突然间涌现了 层层的能量乌云 这些乌云盘旋在火球的上方 沿江海面 泛起了剧烈的波浪 对于外界所发生的变化 硝烟也是略微有所感觉 但却并没有因此动容 这般长时间的炼化 对于净连腰火 它是极为熟悉的 这等级别的异火 被炼化的时候 自然有着一些天地异象出现 幸尔 接下来 便该是丰收的时候了 硝烟望着怀中 陷入沉睡状态的御人 脸庞上掠过一抹 威和的笑容 手臂轻轻揽住 那纤细如柳腰般的腰肢 手印 悄然的变化 伴随着硝烟手印的变化 她的体内 那一直固守的静绵腰火 终于逐渐的被炼化了一缕 当下 宛如液体般的浩瀚能量 顿时在消炎体内 如洪水般的扩散开来 体内的经脉 仅仅是片刻时间 便被阻塞得满满的 血肉 肌肉 骨骼 细胞等等 都在此刻如同饿了数十年的饿鬼 似的疯狂的吞噬着那无穷无尽的浩瀚能量 感受着体内那种充盈快速的感觉 萧炎低下头来 却稳住熏而那微翘的红唇 浩瀚无比的能量 却如同潮水一般疯狂的涌进后者的体内中 炼化 持续着 一股骨 如同潮水般的能量 已经变化 便是会在萧炎身体内运转一圈 然后送往薰儿的体内 然后 在经过他的身体吸收之后呢 又是会将其所遗留的一些 传回到萧炎的体内 而且这些被再度传回来的能量呢 隐隐间变得更加精准 而且隐隐间呢 仿佛多了另外一种味道 那是 金地 粉天炎的味道 伴随着这般炼化的持续啊 萧炎和熏而体内 居然逐渐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 生生不息的浩瀚能量 一遍又一遍的 洗刷着萧炎和熏而身体的美处 两个人的气息 也在这种时间的持续下 节节攀高 伴随着妖火本源 逐渐失去反抗能力 到了后来啊 那巨大的火球 逐渐平息了下来 那种狂暴悄然减弱 而火球内部 萧炎和熏而则以一个奇特的姿态 紧紧的纠缠在一起 一层层闪烁着淡淡金光的 粉色的金层 缓缓出现在他们周身 最后 化为一个宛如精卵般的东西 把两个人包裹而进 而在精卵成形的时候啊 萧炎和熏而的气息 缓缓彻彻底底的消失 这片空间 终于彻彻底底变得 了无声级了 中州大陆上 据当初的妖火将士已过了足足一年的时间了 然而即便时隔一年 但当日浩瀚的大场面啊 依旧为不少人津津乐道 一年的时间不长不短 但中州依旧还发生了许多不少的事情 在妖火将士之后过去不久啊 魂殿也终于开始了对天府联盟 毁掉人殿举动的展开报复 联盟所属的城市三分之一都遭受了攻击 而对于魂殿的大肆进攻 天府联盟也没有丝毫服软 同样调集起部队开始反击 这短短一年呢 两个超级势力打得是势如水火 不过虽说双方都有不小的伤亡 可却并没有出现最终对决的事情 毕竟如今的天府联盟啊 可毕竟和以前不同了 有着紫妍 肖臣这等丝毫不弱于魂殿店主的强者坐镇 就算是魂殿店主也没那个胆子直闯联盟总部 而且那位丹塔老祖虽然没有留在星云阁 但却也给予了要劳等人传信他的方式 有了这等超级强者做暗住 光凭借着魂殿已无法让联盟感到覆灭的危机了 因为这种种缘故啊 导致天府联盟与魂殿的大面积冲突下并没有落什么下风 反而隐隐的有着一些占据上风的意思 如此一来 天府联盟的声威也在中洲上达到了顶峰了 毕竟在以往可还并没有任何一个势力 在与魂殿的抗衡当中能够取得如此不菲的战绩 故而倒是有人感叹了 这中洲地上的霸主地位 正在逐渐的从魂殿的头上转向了 因心而起的天府联盟了 而对于这场交锋 魂族中似乎也没有给予魂殿太多的帮助 虽然暗中派了一些强者 但却并没有让魂殿有压倒性的优势 对于这一点 耀老等人也只能将其归结于魂族受到约定的限制上 当然了 在与魂殿展开激烈大战的同时 耀老等人也并没有忘记时时刻刻关注着当初吆火降噬的地方 不过每一次的探测 都是只能加深他们的失望 一年的时间那片空间依旧没有半点波动 若非紫妍手中的龙印依旧存在的话 恐怕连他们都会认为 萧妍和勋儿已经在其中遭遇了不测 对于这种情况 他们也没半点的办法 只能逐渐把精力投向这场与魂殿的大战中 不过呢 就在中周上所有的目光都被吸引向魂殿和天赋联盟大战的时候 一个令得大陆震动的消息悄然间不知从何处传出 十族 那同为远古八族之一的种族 在其灵族之后再度全族诡秘的消失了 十族 远古八族之一 他们的名声虽然没有古族魂族那么强悍 但同样的能够成为八族之一的种族 没有一个会是简单货色 而且十族素来低调 在中周上啊 很少有着他们相关的传闻传出 不过 第一调并不代表着实力弱 这个十族的战斗 反而相当强 至少比起第一个消失的灵族啊 强上不少 其族中同样是强者如云 底蕴深厚 然而这么一个拥有着极为厚实底蕴的超级势力 却在一夜间再度诡异的销声匿迹了 这等情况光是想想都让人觉得满心的寒气啊 十族的消失和灵族如出一辙 都是在消失之前空间突然紧闭 在带着空间开启的时候 那原本拥有着数百万人和一民却突然消失了 一个不剩 一波波各方的强者在进入十族空间 并且看到那安静的 悄无声息的空间后 一股寒意忍不住从脚心涌上心头 这究竟是什么可怕的存在 方才能抹掉数百万人的存在呢 而且在这数百万人中 还有着十族那些顶尖强者 这些人放在中周 可都是跺一下脚 天空大地都要狠狠抖一抖的存在啊 但即便有着这些存在的十族 依旧被彻底的从这个世间抹除了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一直热心的支持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味书中之旅 下集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